中文字幕——YK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樊梦杰,我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美丽的包头路程,在这个城市我度过了我的大学生活,之后前往白俄罗斯进行了硕士的学习,我在那里边想给大家介绍我的本科学历是数字媒体艺术。 我想寻求的职位是数字媒体,所以今天我会努力加油,也希望各位boss们可以多多提点,谢谢大家。 为什么不讲俄语呢? 是这样,我在白俄罗斯因为学习的时间比较短,是一年的时间,所以在那边的大多数会接触到的人和说的语言是英语,是这样子的。 那俄语会吗? 嗯,俄语会一点点。 这个本科是? 本科是数字媒体艺术。 硕士是财务馆? 对,财务馆。 对乡区甚远,为什么会这么学? 嗯,是这样子的,一是机缘巧合,朋友有,就是家里的亲戚啊,朋友有介绍说,我可以说去那边进行硕士的学历继续深造。 二是因为,嗯,可能在本科当中我学习的是有关于媒体,数字这一块,我在想的规划说是以后可以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不止仅限于数字媒体,也可以再多一些机会。 那也差得太远了。 你是不是去白俄罗斯就是为了拿一个学位吗? 并不是。 去了多久? 去了一年。 一年的硕士还尽量能有多大呀? 财务管理的专业是这样的。 在那边学到了一些类似于金融,金融分析,还有数字分析,完了,金融信贷之类的这些。 那那些财务管理的知识在国内能用得上多少呢? 这个东西。 国内的财务最基本的几个报表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这个财务管理的报表可能回来我会要继续接着学习。 往后的日子,其实我是想攻读博士的。 攻读哪个专业的博士? 管理学的博士。 什么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 你有点这个矛盾。 你要数字没几就数字没几,你要财务管理就财务管理。 而且你一年的硕士去搞财务管理的博士可能很难。 对,所以这条路可能会比较坚实。 所以我觉得我们说话实在一点。 也不在。 就是可能大家对博士这件事一起有误解,就是很多事情不用念到博士。 博士还是做学术研究会更多一点。 就千万不要把博士变成一个奖状,就觉得我有一个博士学位好像就比较多。 而且我觉得在国外学金融是没有问题的,你学财务真的跟国内很多东西你没法拿过来用的。 尤其在俄罗斯周边这些国家,体系更不一样。 对,你回来很难用。 我们第一环节还有视频,放一下。 这是有关于一个画面移时的作业。 然后我是做的一个类似于小花基础和音量。 每一个视频都开始写入的情绪。 包括每一个板块点进去了之后,它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所以我给大家展示的是所有页面。 然后每一个页面,每一个按钮都是可以点的。 我这个作业必须是因为是个人作业,没有其他女人的情绪,我们是两周个时间做完。 这个作品是你个人独立完成的吗? 对,没错,是我个人独立完成的。 我的大学毕业设计选的选题是一个影视媒体。 我们是两人一组去进行制作的。 然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 我的分工是负责前期剧本的编排。 包括从整个主题的构思呀,想象呀。 对,这个就是我当时因为那个剧本设计列出的一个大纲。 我的思想和我跟我组员去实现把它做出来的一个问题。 包括后期的媒体的模型设计,动画,各个方面的脚本。 我其实想说的是在这一方面我也有学到东西,是这样的。 感觉本科确实是学到了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 他这个能力去做普通的自媒体有点可惜了。 其实他做自媒体,就是做抖音这一类的也挺好。 他做那个,他可以做一些抖音方面,偏技术方面的一些东西。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